大力古城喜洲古镇圆圆的喜洲巴巴 热闹的喜洲古镇 从西走到东 两个小时穿行古镇 到处都是古建筑 向上的屋檐已长草 屋内的人气依旧在 土墙窄像是它的代表 四方街商业繁华 门口的老榕树 见证古镇的成长 商业气息较为浓厚 走吧 转转这些喜洲古镇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一点雨声 现在我们就在尔海边上的一个古镇 喜洲古镇 这个喜洲古镇是保留了些目前 这个白族的这种建筑 非常多的也是非常完整的 我们现在就去找杨卓燃院 看这边的这一边墙 下面就是这种石头块接上来的 上面就是这种夯土的泥土的 这个墙感觉是活泥的 你看这里有贝壳 然后这里有瓦片 然后还有一些砂石 浓浓的这种成就的年代感 这个杨卓燃院的话 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箱子里面 而且要绕很多这个拐 杨济项院也是一个重点保护名居 杨卓燃院啊 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 进不去 但是可以看到很多很精美的这种石刻 前方打美帝 后方挖掌根 这个口号好有时代气息哦 走在这种小巷子里面 有种穿越的感觉 看到这种古老的房屋建筑 阳朝燃宅 这个房屋建筑的话是在1930年 你看两院白族四合五天井 我们看一下他们自己家里面 那个什么天井在哪里嘛 这个是不是叫天井嘛 就是四合五院的那个天井 大哥 应该死吧 就这样子的 突然看到一个字 这个字的话就充分地表现了 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啊 日进斗金 现在前面呢 马上就到喜洲客厅了 反正我们也就在这个 这个喜洲古镇里面的 各个巷子里面穿梭 现在找到就是喜洲客厅 这里是一个秀坊 叫喜秀坊 这里就是喜洲客厅 走吧也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后面吧 这个是个啥 这个是充米的 这个是充米的 这个喜洲客厅里面又是商业的 反正除了茶馆 就是咖啡馆 它是一个那种很标准的 这种白族的院落 庭院这个样子 就大家到这里来的话可以看它的建筑风格 这个小门是不是很有感觉 大理古城和这些古镇里面都有这种导览车 顺着这个染影像我们一直往前走的话 现在就来到这个东安门 这个东安门的话拍照应该是特别棒的 看现在的话就有这种拍婚纱的 其实比起这种门头里面的那种商业化的运作 我觉得更喜欢的就在这种各个巷子里面 街道里面转一转 就感受这种白族的他们的建筑风格就好了 旁边还依稀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标语 但是什么阶级风 我就看到那里有一个阶级风 照壁也是正在修复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沿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 穿过东安门 现在我们又进到里面的那个古城巷子里面转一转 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老房子 还有很多就有照婚纱的 这是以卓庭院 看这个墙上顶上都长草了的 马上到了那个转角楼阳如轩宅 我身后的这个古宅叫阳如轩宅 这个古宅是整个喜洲古镇当中造型最特别的 也是最古老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从这个阳如轩这个路口一进来呢 这里就是一个步行街 在我的旁边的话 这里就是一个董星明宅 这里的一些很古老的建筑 都是以名字什么什么谁的宅子 然后来命名的 而且这个宅子里面不是单这个 是很多宅子里面都现实当中居住了真的居民的 所以还不能参观 不能打扰人家的生活 这个门头还蛮特别的 在卖首饰 他欢迎拍照你给我拍个照呗 他不是欢迎拍照吗 看坐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有一种让人静下来的感觉呢 女生来这里的话肯定是非常好的 到处都可以拍照 而且是免费的呀 这里这个名字有点奇怪 叫九坛神 它是一个寺庙吗 这个九神坛为什么叫九神坛呢 因为它里面供奉了九个神尚 包括杨大哥最喜欢的大黑天神 还有那个白洁圣飞 以及段氏的那个中央皇帝叫段宗榜 还有其他的几位 现在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古街道 继续转一转 再感受一下 看他们当地的这种炸鱼炸虾 还有包姜豆腐 然后都是他们这儿的一个特色 好吃呢 那个喜舟巴巴呀 太大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市上街 这个APP上面有很多这种景点 但是这个景点呀 要么是客栈 要么是不能进的 要么就是卖咖啡卖茶的一些商店 所以开启这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转转吧 到处转一转 汉林院 汉林牌坊 古镇里面相对中心的一个位置 在我身后啊 这里叫提名坊 它以前呢叫文明坊 也是因为就是纪念嘛 明代的时候这里出了几个近视 所以叫提名坊 包括那个提名坊的话 我们在那个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 当时的一些名人 比如说这个杨明是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副秘书长 然后这个杨克城是云南省的副省长 那这里呢也叫四方街 四方街四四方方方方方方正正的 并且这里呢也是他们的以前的一个集市 也相对于热闹的一个中心点 这个林子怎么长那么大哦 这些是老品种一起在寸头里 这里有一个德心坊 最厉害的不是德心坊 是后面的那个喜洲小学 然后这个小学 感觉像这种跨时代的一样 这个门头 这个喜洲谷阵越壮 我觉得越坑 真的 走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但凡大的景点 这个紫云三四要么关起来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变成商业了 什么咖啡厅啊茶馆啊卖东西的 要么就是圈起来收费 25块钱一个人 20块钱一个人 这估计是我们在喜洲谷阵里面找到 又老又大又谷 还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这棵万年青古荣树 这个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刚刚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个九神坛 那这里呢又是一个石黄殿 那我们去看一下里面供奉的是谁 这里面有一幕让我觉得很吃惊的 就是在这个旁边 然后就有一排锅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煮菜 然后煮的东西呢 就是有鸡有鸭有鸡蛋 还有一锅鱼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这煮 然后并且他们每天都是在这里煮的 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是不用记吗 这个是 我们现在呢 在云南省尔海边的喜洲谷阵 那今天呢 我们相对也是从最东边的恩荣门 走到了最西边的这个正义门 也就是奎阁这里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 如果喜欢我们一点语心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 点赞 评论和转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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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